他有個快30年的好友 總是一起去酒店不然就是一起度過 他把我爸的電話射成拒絕 爸你剛剛的意思是說他都沒接電話 對啦 你要找他了 沒啦 多久了 三年了 對 從我爸的眼神我看得到劇上 多年的好友 你怎麼會把我拒絕了 人情人暖 大概就是用在這個時候吧 網紅陳尼斯日前分享影片透露 爸爸生病後遭好友斷聯三年 讓爸爸相當失落 也讓尼斯深深感受到人情冷暖 不然就是一起度過 他把我爸的電話射成拒絕 爸你剛剛的意思是說他都沒接電話 對啦 你要找他了 沒啦 多久了 三年了 對 從我爸的眼神我看得到劇上 多年的好友 你怎麼會把我拒絕了 人情冷暖 大概就是用在這個時候吧 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我爸生病之後喪失了語言能力 做什麼事情也都需要別人的幫忙 剛開始在醫院的時候 朋友同事都會來看他 關心他的狀況 可是時間一久了 你就會發現 最後剩下在你身邊的人 只剩下你的另一半 跟你的家人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要提醒大家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明天很意外哪一個先來 好好珍惜活著的每一分每一秒 想做什麼就去做 當然不要去傷害別人為傾聽 對自己好一點吧 畢竟一輩子不長 也對身邊的人好一點 這樣才不會有太多的後悔